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因为自己也被感染 所以自杀了 男主好不容易跑出来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大变样了 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乱 男主和女主还有一个男人好不容易进了一辆出租车 但是那个男人隐瞒了自己已经被咬的事实 在半路上就开始变异 男主费尽千辛万苦把人弄下了车 谁知道开车的出租车司机也被感染了 没错 就是被男人给咬的 男主和女主奋力挣扎 司机开车横冲直撞 把车子都弄翻了 两个人终于顺利逃了出来 接下来男主收到消息 说造成人类变异的这个病毒不能在高海拔地区存活 于是两个人决定到富士山去避难 半夜里两个人靠着睡觉 白天醒过来男主发现女主脖子上有被咬的痕迹 男主吓得赶紧拿枪 但是女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变异 所以男主暂且还是和女主在一起了 但是可惜的是女主在半路上还是变异了 男主吓得撒腿就跑 走到一半出现了另一个变异的人 而且这个看起来还进化了 还会飞 并且丧尸抱住男主的腿疯狂攻击 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女主突然出现一把揪下了变异人的头 奇怪的是变异的女主好像还留有意识 并不伤害男主 原来是女主变成了半人半丧尸 于是男主就放心的和女主一起上路了 两个人走着走着遇到了一个城镇 在一家服装店遇到了丧尸 但是还很幸运的遇到了其他的生还者 被其他人救了 因为丧尸不会爬楼梯 所以他们是住在楼顶上的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大魔王 大魔王是这里的头头 一开始对男主还不错 给了帐篷之类的东西 然而开会的时候就徒穷必见 原来他看中了男主随身携带的枪支 并且用女主来威胁男主 女主一手干掉了边上的炮灰 露出了丧尸眼睛 大魔王让男主赶紧把枪给他 说着因为看到眼睛 就吓得一箭直接射到女主的头 男主心里大惊 惊讶之下 大魔王的另一伙人把枪给抢走了 男主冲到女主身边 在这种时代 谁有武器 谁就是王者 女主也很幸运的受到了一个大妈的照顾 这时候因为粮食不多了 于是召集大家去弄吃的 还欺负大魔王 让他当第一个 但是在过程中 大魔王悄悄地打开了闸门 大声放音乐 吸引僵尸来 想把他们都咬死 就在此时 一个非常厉害的 会跳高的丧尸 从楼下飞上来 一顿肆虐 把留在基地的女眷都咬死了 活下来的 只有女主和护士大妈 此时极度害怕的大妈 用对讲机向男人求救 然而只有男主可以应答 但是男主非常胆小 他自己藏在柜子里 幻想了一万种 出去之后被僵尸咬死的场景 所以一直怂怂地不出门 最后护士大妈开始终极绝招 大喊英雄的名字 终于男主被激励 猛地冲出柜子 迎接他的一个僵尸 咬住了他的胳膊 然而他却没事 因为他带了一胳膊 劳力是手表 肩不可摧 绝对防御 此时英雄也和大妈取得了联系 大妈背着女主去仓库会合 中途遇到了大魔王 此时的大魔王早就威风不在 他也被丧尸咬了 正在变异 快要攻击女主和大妈的时候 被赶来的男主一枪打死 几个人一起对付丧尸群 但是寡不敌众 其他两个炮灰很快就被咬死了 此时女主突然给男主加油打气 感觉有英雄在 好像什么事情都会摆平呢 男主大受鼓舞 拿起他的几十发子弹 开始打丧尸 男主意气风发 风头进出 丧尸群终于被清理一空 此时跳高丧尸突然出现 感觉像是暴死一样的出场 但是最后还是被男主解决 只是相对来讲困难一些罢了 终于告一段落 男主女主和大妈开着车 继续向富士山前进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